張建宗在今天五點多時就出來見記者交代 在今晚8號的凌晨 所謂要大陸來的居民 包括香港的永久居民、非永久居民來到香港 都要強制檢疫隔離 十四天的安排 張建宗就開了記者會有些細節交代了 裡面有些東西當然大家會有很多疑問 包括我坐來也有很多疑問 到底是否有用 不過講這件事之前有關於我的頻道的東西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都幾麻煩 幾大件事 什麼事呢 事緣大家都知道我在Youtube的頻道 我要得到收入就一定是 要有人看 我早前才拿了一個10萬的訂戶 的銀掌 大家都覺得是好事 但最近出現了一個情況 有人看 有人看夠多人看才會把那些廣告派進去 有人就說你廣告這麼多的 少一點行不行 很干擾 其實廣告有和沒有 多和少都牽涉到我的收入 這個 我是作為一個在Youtube裡面經營了幾年的時間 希望 可以維持到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我覺得回報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也覺得自己相當努力 去跟大家做一些 資訊的發放一些報導和一些分析 那他派不派廣告下去呢 派多少 怎麼派發呢 那個標準呢 其實是 我們作為一個Youtuber是無從掌握的 似乎就是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當然他內部有些規則 怎樣派發 派多少 派什麼下去 派還是不派 他們有自己的規矩 這些規矩 很少向外公佈 最近出現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是我這個channel 我不知道其他Youtuber是不是這樣 還有我跟曾志豪一起做的 志心二志豪的channel 都出現相同的情況 因為如果他認為你那個 那個 就是video 你那條片是不適合放廣告的話 他就會將那個 有一個Dollar side 你們看不到的 就是我們做 掌握這個經營的這個頻道的人才看得到 這個Dollar side就由綠 轉成黃色 他就說黃色標誌 用他們的術語就叫黃色標誌 黃色標誌就會告訴你 這條片是不適合放廣告的 不適合放廣告 你可以提出review的 可以提出上訴的 不適合放廣告有很多的原因 例如說你 會不會有暴力 有色情 有一些 總之是不適合他們規範的東西 我看完 我問這條片前前後後會不會有這個版權問題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我覺得沒有 沒有於是 是不是標題 對他們來說 太過 很難接受於是我改了標題某些字眼 上訴 以前都試過 上訴是成功的 但最近 幾乎每一條片上訴都失敗 例如我放十條片上去 他可能有成一半 是 黃色標誌 即是 放不到廣告 即是說沒有廣告即是收不到錢 那麼 黃色標誌 而且我上訴都是說維持原判都是失敗 於是我就當然覺得有些 不是很順氣 我犯什麼規 又不說清楚我幫我聽 總之就不放廣告 於是我就 透過他們有些公開的可以跟他交涉的一些 一些通訊的方法 跟他們談了一論 最後他就 透過email回覆給我 回覆給我的內容就是這樣的 他說 經過他們的內部小租的討論 仔細的審核之後就是決定維持 目前的盈利的情況 即是黃標 即是黃色的標誌 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因為你所提供的影片的主題 都是跟冠狀病毒有關聯 這個是不符合我們適合廣告客戶投放廣告的內容準則 那個準則其中就叫爭議性話題 和敏感事件 所以 系統就判定你的內容不符合廣告客戶青來的內容規範 並且可能不適合所有品牌刊登廣告 因此 你的影片旁邊 仍然有顯示黃色盈利的圖示 這個影片 當然能夠 放部分廣告或完全無法放廣告 不過請你放心 顯示黃色盈利圖示的影片 依然可以透過YouTube Premium 賺取收益 其實沒有什麼人 用YouTube Premium 去訂購我的頻道 所以 說得那麼複雜 說完了 簡單的一句 最近的影片 我很努力為大家分析 有關於 新冠狀病毒 無論在中國大陸 無論在香港或其他世界各地 那個影響 疫情的影響 跟大家報導和分析 搜集很多資料 結果看的人是不少的 你可以上去 觀看數 大家 公開是看到的 觀看數 很多都是超過10萬 超過10萬的觀看數 大家會覺得很多人看 廣告都不錯 可能大家會發現 一些影片突然間是一個廣告都沒有 換句話來說 我有一半的影片 是 黃色標示 完全是 影響到我的收入 大家也可能會發現 我改了個片頭 卡通的片頭 大家覺得很短短的 多好 以前那麼長 說那麼多 又說要人家通過什麼 戶口 對你支持 現在 用了這個片頭 很清脆利落 這樣 是 但是 可能 大家看完這個片頭之後 就忘記了 你是不是 應該 久不久也有一次 對我這個實質的支持 那些資料 我會 偶爾換回有資料的片頭 放在上面 偶爾換回 如果大家覺得 你覺得我 做得OK的 你想給實質支持 那個片頭走得很快 你就可以在 YouTube 按開它 我的資料全部都在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 因為 有很多熱心的觀眾聽眾 他就說 我看吳之心的深藉口快 我是沒有給什麼訂閱等等那些錢的 不過 我是連廣告執了 我不會 skip廣告的 不會廢廣告的 讓他可以多些收入 我媽 但是現在 目前 他連這個 冠狀病毒有關聯的 他都認為不符合 他的廣告客戶投放廣告的內容標準 是屬於爭議性話題 和敏感事件 我對我來說 很難接受很詫異 但是他們的政策是這樣 我無從去抗辯 因為我已經 上訴了 亦都提出了我的觀點 他亦都答覆了我 那我就覺得 這個是和言論自由有關的 和主流媒體很相似 主流媒體就是當你在政治立場 和香港 的廣告客戶不一致的時候 他就會禁止你的廣告 六八九經常數 蘋果日報全版的廣告 就是用這個方法 說 我們杯葛商品 讓他 在蘋果日報賣廣告 那你就 沒有人和你買東西了 直到你在蘋果日報抽起廣告為止 這就是主流傳媒面對的問題 我們做YouTube的亦都面對相同的問題 很奇怪地 YouTube的這群 下廣告的 他說他的系統 我不知道是否有AI AI也是人 計劃了他才行 告訴他 什麼可以 什麼不行 今天在香港最熱門 最多人關心 和香港人的 健康福祉 生命 死亡有關的這些題材 他竟然說 你有爭議性 我不下廣告 原來 非主流媒體 網上媒體 同樣地 會有這些考慮 我不知道這些考慮 純粹好像他這樣說 爭議和敏感 還是有政治考慮 你去批評 特區政府或中國政府 在這個問題的做法 他們不滿意的時候 他會 對你 某程度上 作出懲罰 是不是 不是 我沒有辦法判斷 我只能夠打個問號 好了 這一段 講到這裡 連接著 接下來 我會 討論一下 或者 評論一下 有關 特區政府 所謂 強制隔離 十四天 那個政策 究竟是否 首先說一下 林鄭 說要強制隔離 十四天的政策 推出之後 有兩天半的空長期 於是令到 趕死線衝關的人 現在未完 到十二點才完 大增 昨天入境人數總人數是82017人 較前一天 上升了四成 內地訪客入境人數是1109人 較上天上升了26% 即超過四分之一 OK 現在 有些聽眾 傳了一些視頻 等等給我 那裏其實是 很多人人山人海 大家都是在深圳灣 趕來 趕來 而且在機場 很多航班都 爆了 趕快衝過來在十二點 所謂強制隔離的政策 正式實施之前 衝過來 那這班人 有多少個是帶著病毒過來的 很多這樣的說法 有些 本來在深圳醫院正在醫治 都拔喉 決定 用很多方法 趕回香港 十二點之前過關 然後進入香港醫院 我聽到這樣的說法 我都覺得 非常憂慮 即 萬多人 甚至上兩萬人 又不需要有強制隔離的政策 來到香港 會有什麼問題呢 對於香港 影響有多大 兩天半的空窗期 是否專門留下 還是 其實因為準備不及 所以才這樣做呢 這兩天半準備做什麼 我看張建宗宣佈的政策 我不覺得他 有什麼準備 就是這樣的 逢親在大陸來的人 由8號的凌晨開始 需要實施 十四點的隔離令 隔離令 根據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附屬法例 就實施 如果是違反隔離令 十四點的隔離令 是犯法 已經定罪了 二萬五千元 以及入獄 六個月 好了 什麼人要強制隔離 逢親在大陸入境的人 現在宣佈了包括在澳門入境 香港人或非本地人士 都要強制隔離十四天 沒有病徵要探銷 就要在家中自律檢疫 例如十四天不准出街 在家中戴著口罩 跟衛生署保持聯繫 每天梁體溫 向衛生署匯報 你要在家中 沒有家中的地方 有地址就申報了地址 在 你自己家 朋友家 酒店 OK 強制隔離十四天 你覺得會不會 大家想想 我先詳細說 四類人士可以豁免 包括 要供應香港正常運作和生活物品的人士 中國貨櫃車司機 車賽 其他負食品 其他日用品 你知道大陸 有很多廠廠在那裏 在那裏運過來 提供 日常運作 生活必需品的人 對政府事務運作屬於必需的人 這是很寬闊的 那些不知是誰 可能是大陸的高官也不受 然後對保障香港人安全或設理公共衛生 或緊急事態 屬必要的人士 可能是 醫務人員等等 還有一個 極其特殊且符合公眾利益的個案 這是什麼 這個門就開了 這個就不用強制隔離十四天 我按個名字 這個就是駱惠寧 中聯辦主任 極其特殊且符合公眾利益的個案 這個就是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的專員 會不會 因為他要上上落落 這四類人士 但是衛生署要求這四類人士進行醫學監察 以及情報 譬如 跨境司機 機組人員 都會軍莫豁免 這些全部不用強制隔離十四天 怎樣去監察 陳肇志就說 本港居民可以在家中接受檢疫 但必須 在任何時候都在家中戴上口罩 有沒有那麼乖 非本港居民 有訂酒店的話就在酒店裡接受檢疫 如果 沒有入住酒店 政府就會安排暫住的設施 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 每天都要紀錄體溫和證助 可以安排親友外出 代為購買物資 如果需要 社署提供協助 在家中檢疫的人 是會怎樣 突擊檢查 抽樣檢查 確保他們 能夠留在家 OK 好 簡單地說 這班人 是這樣的 你留在家 乖乖地 戴著口罩 留在酒店 乖乖地 戴著口罩 怎麼確保他們乖乖地 早前說了的說好了的 電子手環說不用 怎樣檢查 抽樣檢查 突擊檢查 打電話 你是不是在這裡 我不知道 他可以抽樣多少 突擊多少 打多少電話 檢疫隔離檢疫的人士 乖乖地留在他的居所 政府 食物衛生局的副秘書長 補充 他說入境人員會說得很清楚給他聽 如果你在香港有地址的話 你就要報你的地址 如果香港是非永久居民 香港沒有地址的話 你就可以報你的酒店 又或者你朋友的住址 不過要得到 政府授權才行 如果你說沒有 我來到香港沒有地方住 就要去禁閉營 禁閉式 措施 你說那些人會不會接受你禁閉式 當然是報個地址 那麼多酒店現在已經刺激了 誰知道他乖乖地在這裡 入境處 確實到達報稱的地址 之後 就會 採取突擊檢查 亦都會 在這個人士剛入境的時候 頻密檢查 林鄭就說有電子手帶 這位副秘書長 鄭忠偉就說不會要求受檢疫的人 全部都是配戴手帶 如果有人嘗試離開受檢疫的地點 不排除會要求這個人 佩戴 及增加更多檢疫的條件 Catch me if you can 你抓到我 那就戴手帶 你抓不到我 你知道現在 我不是很明白 這個做法 是不是有效 你打個電話去問他 是不是可以問得到 就這樣 電話是不是都 我錯了大家跟正我 譬如說 我 有很多人在家 我家 我家的電話 我現在告訴 這些官員 有很多人 是沒有家電話的 什麼叫沒有家電話 沒有地線電話 他無端端 給他幾十元做什麼 是不是 或者是百多元 做個地線電話 很多的家庭 各人有自己的手提電話 我到天涯海角你都找到我 是不是 如果你說你家電話多少錢 對不起我沒有家電話 我給你手提 如果你給手提電話 這個政府的官員 他打手機找你 他怎麼知道你在哪裡 你又沒有GPS 不意思是不用GPS 檢查你的行蹤 或是私隱的問題 又不給電子手環 你那個 大陸的人來香港更加是 他怎麼給酒店房間的電話給你 是不是 他給手提電話給你 你怎麼確保他在那裡 又不用他帶電子手環 電子手環 我覺得是一個 很莫名其妙的產物 因為他沒有GPS 檢查不到你 如果你的人 你的手環 離開政府給你的手機 有一段距離的話 才會響 然後響 他就會 打電話給你 政府給你的手機 叫你乖乖地回到你的地方 是這樣的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神奇 很荒謬 沒有什麼用的產物 今天連電子手環都不用做 連電子手環都不用 這樣怎麼確保這個人 真是 有強制隔離的措施 OK 那我突擊檢查是怎樣 突擊檢查 一天內會對同一人士進行幾次的突擊檢查 會不會有人在一天內接受檢查後因為覺得較為安全而離開家 查了我一次 然後我就走了 早上來我就下午到晚上都離開 這個政府就說 檢查是由警方和衛生署兩組人員負責的 呼籲市民治律 執法部門有能力追蹤違反強制檢疫令的人士 亦都可以將他逮捕 OK 大家就這樣用膝蓋想想 又或者用屁股想想 你覺得這種方式 有沒有效 OK 我們不要說 衝關的人 來香港 在深圳灣過境的內地旅客升了 四分之一 OK 我先不要說這個 這個抵雷政策 有多嚴重 衝過來的人有多少人是大菌 我先不要說這筆 這是一次過的 但是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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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義上要受強制隔離 我昨天的影片說 就說 正常人用正常的邏輯都不想來你這裡 而讓你強制隔離 為什麼要回來 如果有病的人才想來治治 你強制隔離好 發燒進醫院然後你就能治治我 但是現在用這種 依稀的強制隔離方式 出來的效果就是 原來我是可以 周圍去的 我可以有 不是半自由 我可以有九成的自由 你根本無法定位 無法定位 我在哪裏 我為何不衝下來 是不是 這種強制隔離的措施 你又沒有所謂強制隔離 其實根本就是自由開放放任的隔離 你又沒有任何 人看著他都沒得看 在自己的家裏或是酒店或是朋友的家裏 你都看不住 你只是用電話或是所謂突擊的檢查 如果突擊檢查 他真的安然在那裏 OK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突擊 但是那天突擊之後 他隨時可以走 你怎麽能令到 這個 潛在的 帶著病毒的 在內地 住過的 旅遊的 工作的 港人 非港人 是可以在14天裏 不周圍走 不將他的病毒傳播給人 你怎麽抗佈 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很難 就是 分開兩種 現在都是一種非港人 一種港人 港人你讓他回來 強制隔離 嚴格地強制隔離 是用禁閉式的方式強制隔離 14天 你說不夠地方那怎麼辦 自己想辦法 又說 在那些渡假村建一些類似小湯山 一些隔離的措施 相對比較快捷簡陋的組合式 專門針對 這班人是有限的 香港 香港人從大陸回來 針對這班 然後 所有非香港居民我不理你什麽值 紅叔綠眼也好 黃皮書黑頭髮也好 在大陸 來的非香港居民 對不起他專門外 我起碼將一班人 大班人減少了 進來香港播毒的機會 減到最低 現在開了這一線門 等於開了所有的門 現在就是 整個政策荒謬的地方 我真的沒問題 那種社區的傳播 已經去到一個 半步之遙 或者另一零新已經到了 社區爆發 現在還要開這門 香港真是 有機會去到一個 極度不堪切上的地步 說到這裏 明天再說 我剛剛在開始的時候有說過 Youtube 不知道是不是新政策 居然把武漢肺炎 新冠狀病毒 這件事 視為敏感 可能令到 這個 廣告商卻步等等 他的 policy是這樣的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駁斥他 就是這樣 這樣的話 唯有適應 我希望大家 去subscribe 繼續 subscribe 又按鈴鈴 知道我有新片上 與此同時 可以看看他的資訊 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如果不是的話 就 做一下 沒有廣告 有些事情就覺得 提供了資訊 我覺得需要有些回報 是很合理的 希望大家可以採取行動 多謝你們 謝謝